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 iOS上的字母翻译工具 SRT翻译均 这是我写的一个SRT字母翻译的小工具 它现在已经有了iOS版本 它可以运行在iPhone和iPad上 系统要求为14以上 在App Store搜索SRT翻译均 就可以找到它了 想要获取兑换码 请待先看到视频结束 它的主要功能就是SRT字母翻译 支持多过语言的翻译 支持托放操作 支持云端导入 以及支持分屏显示 我们知道字母制作的时候 翻译也是一道非常重要的工具 一个衬手的字母翻译工具 可以提高你的字母制作效率 现在我就演示一下 它是怎么使用的吧 先说一下如何导入文件 先在Mac上打开一个文件夹 然后把鼠标移到iPad上 接着在iPad上点开SRT翻译均 接着把左边的SRT文件 拖到右边的iPad上 然后文件就顺利的读取了 这一步操作是利用苹果最新的通用控制来实现的 后面我会制作一个视频 专门介绍这个 这是文件导入的一种方法 当然你也可以通过隔空投送来传输文件 这里我演示一把 在Mac上对SRT文件右键选择隔空投送 选择发送到平板上 然后在平板上用SRT翻译均打开 导入的文件放在首位 点击就打开了 接着我们使用一键翻译成英文 移到右上角 打开点点点 选择翻译至英文 英文翻译就完成了 非常简单吧 如果要显示成双语就点开目标 选择双语 圆心 这样就是一个中文在上 英文在下的样式了 滚动一下 还是非常的流畅的 一共88条 内容不算多 点击某一条字幕 变成全屏状态 再次点击就是详情页 用户可以在里面修改具体的内容 长按某条字幕可以实现向上合并或删除当前内容 可以看到这条字幕向上合并了 当然你也可以撤销这个操作 现在就恢复了 再点重做 恢复成前面一步的样子 两个字幕又合在一块了 最后我们看一下文件的导出 我们要把当前显示的状态导出 直接点击右上角的分享按钮 然后我们可以选择隔空投送 把它发给其他人 你也可以通过分享到微信 把它发送给其他的小伙伴 我这里就直接发送回Mac电脑 收了一下 文件就应该过去了 Mac3很快收到了SRT文件 不知道里面的内容正不正确 打开看一看 就是我们要的双语效果 中文在上 英文在下 当然它也支持从iCloud中导入文件 点加号就是调用系统的打开文件对话框 也支持悬浮显示 分辨显示也是没有问题的 当然它也支持拖拽导入文件 支持的翻语语言有28种之多 这里调用的是百度通用翻译接口 选择一个意大利语翻译一下 再调整成双语模式 另外提一下 这个应用是支持iPhone的 显示的效果用悬浮窗来代替一下 近视于现在看到的这个效果 除了顶部没有刘海 对于小屏幕我也做了一定的优化处理 留给细心的观众去发现吧 关于对话码的话 请在公众号中回复 IFY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的观看 咱们下一期再见 拜拜